集合國內多位撞球豪手的 2020封城青年盃全國撞球邀請賽 日前在新竹市凱恩斯撞球運動館展開 新竹市議會議長許修睿指出 年輕人喜歡打撞球 希望這次的賽事 可以吸引年輕人的目光 也是要讓撞球豪手們 有一個互相切磋的機會 那因為大家常說 我們國民黨缺少年輕人 但是我們在上個禮拜 就已經在黨部辦了街舞比賽 然後緊接著在9月10幾號 又來辦我們青年盃撞球比賽 也邀請了全國頂尖的好手 一起來跟我們參與這項活動 那這次的活動是我們國民黨團青聯軍 經過好幾個月的籌備來舉辦這個活動 那相信今天的比賽 能夠選拔出我們地方優秀的人才 然後進軍這個撞球界這樣 選手們聚精會神看著撞球台上的母球 仔細盤算該用什麼樣的角度下手 新竹市議員林慈愛強調打撞球非常有趣 它是一個需要思考與技巧的運動 希望年輕人都可以走出房間 一起來打撞球也增加人際的交流與互動 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夠走出自己的房間 放下自己的手機來到球場動動手動動腦 因為撞球是一個多重玩法的技巧運動喔 它可以增強你的思考邏輯順便把你的耐性給磨練好 那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運動 也希望我們國民黨可以更為年輕化 讓更多的人可以多接近多接觸這樣子 這個所謂的撞球運動 這場由新竹市議會國民黨青年軍主辦的賽事 邀請多位國內現役職業好手 包括張榮林 柯炳毅 柯炳中 傅哲偉 周婕瑜 吳坤林參賽 賽事水準相當高 凱破新竹林彦斌採訪報導 花絲 Matt to President 它上面只有一個 就好看到